狗狗在呕吐的时候会出现肚子一抽一抽的症状 这是正常的 狗狗在发生呕吐之后建议进食进水4个小时 狗狗呕吐黄水的原因比较多 可能是因为狗狗进食了带有黄色色素的刺激性物 黏膜受到刺激就可能导致呕吐 而且呕吐会出现黄色 如果狗狗在呕吐后精神食欲没有明显的异常 而且再次食用之后没有再次发生呕吐 那么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需要继续观察狗狗饮食情况就可以 如果狗狗频繁呕吐精神沉寓有明显异常 出现这个软变的情况呢 那就可能是消化到或者是肝胆疑的问题 建议主人及时带到从医院 进行血液学和影像学的确诊 是否可惜 这需要过去反折的影诒 再次发现在使用一些肝胆疑惊 letter